国庆假期结束了 那其实整个假期里面最大的一个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 看电影来讲的话 这一次的票房是非常不错的 而志愿君也以20多亿的票房融贯 所有的电影当中 第二名是浴火之路 但是第三名就是749局 这部电影居然被认为是这一次 国庆党里面最大的输家 很多人认为这个749局是高调的上来 但是没脸面的走去 就是开局不错 但是结尾不好 那749局这个戏拍不好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戏的投资人纷纷的撤离 那些以前的大的投资商都投不起了 最后是陆川自己一个人去拍广告 拍电视剧 挣一些钱来完成这部作品的 当初雄勋勃勃的时候 还请了好莱坞的特效师啊什么的 做这个科幻片 可想而知 一个预算捉襟见酒的科幻大片 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片子一开始大家 就是随着情怀去捧场 但是看了以后觉得捧不下去了 没法捧这个戏了 所以这个戏虽然是今年的第三名啊 但是确实带来的结果是很不好的 那这个事情又反映了一个问题 资本 资本热钱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目前来讲呢 一个比较大的电影公司 现在都受资本的影响 做不好 那资本对于中国电影来讲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市场好起来 或者我们这个市场 能够再吸引更多的资本进来呢 这都是一个叫世纪之问 非常难得回答的问题 而这一次上映的几部大片里面呢 这个宁浩导演也好 或者说其他导演也好 都有这个败走卖城的这个现象 而这些呢 也给我们提个醒 创作者们能不能保持他们一直的热情 对电影这个艺术 能不能持续的投入 如果不能都不想做了 都想去拍短视频 拍短剧的话呢 中国的电影还有谁能够担当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